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平板电脑 只有iPad最接近生产力 却至今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呢 我认为系统和操作 使iPad成为生产力的最大阻碍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帮助苹果跨越这道障碍 所以iPad来了 它运行着Mac OS 而且还能触摸 为了更强的一体性 它的边框和后盖是一体成型的镜面金属 甚至有着目前所有iPad上都未曾出现过的4K分辨率和磁吸充电 最关键的是它不管是看上去还是摸起来 都是一台平板电脑 触摸操作的灵敏度也达到预期 短按鼠标左键 长按使右键 拖动窗口或者是剪辑片段也都行运流水 而Mac和iPad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是否能触摸操作 iPad虽然能触摸甚至能用键鼠 然而它的生产力软件并不是那么强大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iPad和生产力之间差的不多不少 刚刚好就差一个Mac OS 那是不是把Mac OS塞进一台iPad里就大功告成了呢 如果真的可以 在时候的MacBook和iMac都会滞销 时间今天告诉我们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一个MacBook虽然可以连接iPad来进行随航 但只能显示并不能触摸 还有一点 Mac OS是没有做触摸逻辑的 想要突破这一点 要么找个机会跟库克聊聊人生 要么找个地方自己想想办法 最终我们在万能的某宝上 找到了一块华强北出品的4K便携屏 正好它能支持外接MacBook的触摸 而我们平时工作中最常用的生产力软件 就是PS和FundCup 有了这块屏幕 在PS里 我们可以很从容的进行操作和绘画 比鼠标这种需要眼睛 跟着光标走的形式更直观 即便是和数位画板相比 直接在屏幕上写写画画呢 也更加直纳达纳 在FundCup里用手指直接操作 也比鼠标来的更爽快 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大档的想法 把MacBook的主板 给塞到这一块的屏幕内部 那iPad不就完成了吗 拆开这台变形屏之后 可以看到里面并没有那么紧凑 甚至还有那么点宽敞 这样最大面积的是主板 剩下的空间 放一块MacBook的主板和电池 感觉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唯一一个要求就是 这块MacBook的主板要足够的小 才能留够空间给外配 新款的MacBook Pro和AR的主板都不大 但怎么说呢 对这样一个尺寸的内部空间来说 还是太长了一些 最后我们选择了MacBook里 最小的一款12寸的超宝本 主板只有这么一点点大 非常适合用来做我们这台iPad 当然搭载最新款M2芯片的Pro版本 也在安排了敬请期待 估算了一下尺寸和空间 先3D打印粗膜 确认内部的元器件布局 再修改误差 目前我们采用的是跟手机一样的 三明治结构 将机器分成了三段 屏幕中框后盖 但把最终的模型组装后 发现厚度是来到了惊人的1.3厘米 而这个厚度相信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很难接受的 所以我们还是采用了 iPad边框后盖一体式的设计 而这种从边框 直接过渡到背面的观感 我觉得是比任何形式的接缝 都有好看很多 不过iPad那种阳激氧化上色后的后盖 看了这么多年 我是有点看腻了 苹果产品中 我觉得外观最出色的是iPod touch 4 它的一体式镜面金属后盖 除了超级不耐刮花这一点 确实是很难忍之外 真的美得不可翻误 所以我们取长补短 抛光机开机 经过了一整天的 仔细打磨加抛光 做成了一体式的镜面后盖 这样一来 不仅避免了后盖材质跟金属边框 相拼是否和谐 和两种材质同一个颜色的色差问题 也同时解决了后盖厚度的难题 这个镜面的一体式后盖 我是越看越喜欢 不知道大家能给打几分呢 按键的话比较常规 只要在加工的时候 把对应位置的壁厚做薄一点 键层就有了 另外一点就是iPad的扬声器开孔 感觉做的有点扣扣扣扣的 就一点点大 我们索性直接放大一倍 再对形状做一点微调 看上去也比较和谐 再就是充电 我为什么要把iPad的充电口 做成磁吸式的呢 因为我曾经不止一次 把iPad数据线的接口 不小心一掘就断了 还有就是 晚上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 总是喜欢盲插充电器 每次都要插好几遍才能中 相信有类似经历的小伙伴 应该不在少数 所以我们直接把iPad 做成了磁吸充电 方便快捷也安全 再一个就是耳机孔 因为便携屏本身就带耳机孔 那种外星科技 不做在iPad上 我觉得是有点浪费了 为了更符合苹果的设计 我们把中框做成了圆角 这块屏幕的R角非常的小 所以需要给4个角打磨一下 做一个圆弧处理 最后再给中框供个丝 准备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要按照设计好的布局 把主板电池等的元器件都码进去 再把屏幕与中框粘合 虽然后盖非常的漂亮 触控操作的MacOS也运行正常 但大家有没有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是不是少了灵魂logo 方向导柜找到了一个成年老Apple 两准位置贴上搞定 其实苹果不做这样一台平板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保护Mac这条产品线之外 在MacOS上想要做到 高度可用的一套触控逻辑的话 即便是苹果 我个人认为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而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台机器呢 究其原因 是我真的很想要一台能够触摸 并且比MacBook更加便携的Mac 当然产品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比如说这块屏幕只支持单点触控 而且它并没有四边等框 不过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台iPad竟然连一个摄像头都没有 不过也别担心下一个Pro版本 我们尽量给它安排上 最后我希望苹果在未来的某一天 真的能做出一台真正的MacPad 好了 本期的感谢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江振宁 我们下期再见